来关注天气 昨天夜间 河泽济宁等地降下冰雹 今天陆西北 陆中的西部和陆南地区 有雷雨或震雨 局部有冰雹 并伴有7到9级阵风 6月8号20时左右 河泽市定陶区 冰河街道 黄电镇 马吉镇等局部地区 降下了密集的冰雹 同时伴有零星小雨 和7到9级阵风 冰雹大的犹如一元硬币 小的就像黄渡般大小 时间持续了将近半小时左右 6月8号晚 济宁部分地区凸降冰雹 黄渡大小的冰雹 下得很密集 现场冰雹杂地 啪啪作响 山东省气象台 今天60发布降雨报告 8号60至9号60 全省共有52县区市 522乡镇出现降雨 平均降雨量1毫米 折河水量约1.6亿方 河泽 济宁 藻庄 微海 辽城 烟台出现小雨 最大降雨点 在河泽城武问上 降雨量41.7毫米 达到大雨级别 今年以来 全省平均降水量55.4毫米 较常年偏少58% 山东省气象台预计 今天古西北 湖中西部 湖南半岛地区 天气阴 有雷雨或震雨 局部有冰雹 雷雨时 阵风7到9级